花蓮市公有零售市场 市市有千金 好菜同板购 联合促销活动正式闭幕了 创造出将近300万元的经济效益 而市长魏家彦一号上午 也前往了中华市场 摸彩抽出了百项大奖 期待持续为辖内五大公有市场做行销 也鼓励民众多多前往消费 享受高CP值与在地人情味 花蓮市市市有惊喜好菜同板购系列活动 从11月15号开始分别在复兴市场 达同市场 中山市场 中华市场和重庆市场 等五大公有离售市场 总共办理16场次的促销活动 吸引财买人潮罗姨布绝 创造出将近300万元的经济效益 我习武他们都有市场 你觉得公所这样子办这个活动 买菜可以抽奖 你觉得怎么样 会不会让你想要花更多钱 会不会让你想要花更多钱 会喔 你家会支持 刺激买计 联合出销活动 一号上午在中华市场正式举行闭幕 而重头戏摩采抽奖也吸引不少民众 拿着摩采券到场 并由市长为家燕带头 依序抽出幸运得住 好让我们的市长来公布投奖名单 002636张树丹 大家的回响都非常的踊跃 那也希望说未来我们活动持续能够办下去 那今天也要非常感谢我们除了在地的我们的郑云章主委 以及我们所有的市场的主委都有来到我们中华市场共襄盛局 那今天也摸出前三名的一个大奖 那未来我们会持续办理这样的活动 那也希望我们能够跟经济部来争取更多的经费 来替市场争取我们更多的一些建设 那不管是摊招还是我们的一些市场的一个改造计划 那也希望说我们市民都能到我们公有市场 能够早上和早市 那下午有五十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到市场做采买 活动摸彩中奖名单 将会在12月4号公告于各市场公布栏 以及华联市公所市场移植通网站 中奖者需在12月18号之前 攜带存值联及国民身份证前往重庆市场二楼市场管理所办理对讲 记者徐立琴华联市报导